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想通过内战夺取政权,于是撕毁了双十协定并发动战争 经过三年多的国共内战,蒋介石彻底失败 蒋介石见大势已去,便慌忙逃走,逃走之前召集部下开会 他拿出名单反复强调,一定要把这三位军官的太太带走 这三位太太究竟是谁?蒋介石都自顾不暇了,为什么还要把这三位女士带走? 而她们被带到台湾以后下班胜过得怎么样? 1.张宁甫之期,王玉玲 张领甫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她率领军队先后参加了第二次国内战争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1923年在父母的操办下,张领甫与敌人妻子邢玉玉玉结婚 因为是包办婚姻,张领甫与邢玉玉玉玉之间没有什么感情,两个人很快就离婚了 1933年张领甫任上校团长期间,竟然介绍和吴海兰相识并结婚 但有一天张领甫怀疑吴海兰偷走了她的机密文件 在询问多次被吴海兰否认之后,她恼羞成怒,掏出枪打死了吴海兰 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毕竟张领甫没有证据证明自己的文件,确实是妻子偷的 但是她手握兵权,其他人也不敢多说什么 接着张领甫又认识了高燕玉,并且与她结婚 但两个人性格不合,所以很快就离婚了 张领甫42岁时遇到了王玉玲 当时的王玉玲才17岁,志气未脱,天真可爱 张领甫喜欢上了这个女孩 王玉玲是一个富家千金,在小时候亲眼目睹了日军杀死父亲 所以从小便喜欢在战场上杀地暴国的军人 向往嫁给能保护她的男人 所以当王玉玲第一次见到这个血气方刚的男人时 他深深地沦陷了 在张领甫向他求婚时,他兴起不已 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张领甫 结婚以后两个人十分恩爱,不久便有了孩子 但好景不长,1947年张领甫在与火军激战的时候趋势 他带领的74师也全军覆没 蒋介石探望台湾的时候专门带上了王玉玲 每个月给他发一些抚恤金 但是王玉玲还要养孩子 这些抚恤金根本不够他们一家的开支 在台湾的王玉玲过得十分拮据 另外蒋介石那边每年都会为张领甫举办追悼会 王玉玲肯定要参加 虽然举办的大张旗鼓 但是几乎没有人是真诚悼念 只是为了作秀,王玉玲十分的痛苦 在朋友的帮助下 王玉玲获得了去美国的签证 在接下来六年中,他一直生活在美国 王玉玲也曾向别人说起过他在台湾的遭遇 但是根本没有人相信 他们都觉得王玉玲身为烈士遗孀 国民党肯定不会亏待他 他十分痛苦却没有地方倾诉 在一次恶然中 周总理知道了王玉玲的情况 他十分的感慨 张领甫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 按理说也是抗日英雄 他的家人不应该受到如此对待 于是周总理就向王玉玲记了一封信 告诉他可以回国来生活 王玉玲受到信后善然泪下 他想不到向他伸出援手的 竟然是自己的丈夫曾经与之为敌的共产党 王玉玲本就不喜欢国外的生活 再加上有落叶桂根的想法 收到这封信之后 他立即带着孩子回到了祖国 国家对他帮助很多 生活渐渐的好起来了 抗日战争60周年时 祖国为了表彰张领甫的抗日爱国行径 给张领甫颁发了抗战奖状 王玉玲去领奖的时候热力盈眶 自己的丈夫终于得到了公正的评价 此后王玉玲一直生活在祖国 晚年的时候子孙满堂 也算是过得比较幸福 2.胡宗南之妻 叶霞迪 胡宗南1924年毕业于黄埔军校 他曾参加过北伐战争 中国内战和解放战争 也是蒋介石最信任的人之一 在国民党中竞争得很快 在抗日战争时期 胡宗南带领的军队一共有几十万人 被称为西北王 他在与叶霞迪相识之前曾有过包办婚姻 作为一个受过新思想教育的人 他很不同意 与父母大吵一架 但是父母还是坚持让他结婚 所以他进入黄埔军校后便不再回家 故他的敌人妻子最终一遇而终 后来也有许多人给他介绍对象 可他都不太满意 没有过多接触 就无解而终 后来胡宗南见到了叶霞迪 他是代理的秘书 初次见面 胡宗南就被这个青春靓丽的女子深深吸引 刚开始叶霞迪对胡宗南没有很喜欢 他觉得胡宗南才一米六不是很威武 他想找一个能保护自己的男人 后来在两个人的相处中 他渐渐喜欢上了这个不够硅武 但很有英雄气概的男人 两个人心意相通 很快就走到了一起 但好景不长 前方战士吃紧 胡宗南要去前线带兵打仗 叶霞迪要去往美国留学 两个人刚确定彼此的心意就要分开 都十分不舍 分别之前胡宗南对叶霞迪说 不等到战事结束 我是绝对不会结婚的 如果你等不到的话 可以找其他人 我不会去指责你 叶霞迪并没有反驳 胡宗南 他想用实际证明 自己确定了一个人就不会改 叶霞迪一直在等胡宗南 两个人这一分开就是七年 在这段时间两个人都是用书信表达自己的思念 1944年 叶霞迪完成学业回国 到1947年 两人终于结婚 但好景不长 两人没过几年幸福的生活 蒋介石战败了 夫妇两人跟着蒋介石逃到了台湾 这个时候胡宗南被任命为总统府战略顾问 并没有实权 工资也不高 所以两人过得十分困难 这个时候 叶霞迪还是没有抛弃胡宗南 他把自己的配家手势变卖 还每天协作投稿赚钱 在叶霞迪的努力下 这个家渐渐有了起色 但不幸总会降临 当他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逐渐有了盼头的时候 胡宗南的身体出现了问题 他生病了 一直也不见好 最终在1962年去世 叶霞迪极度悲痛 他怨恨上天的不公 一直郁郁寡欢 有人劝他再找一个 但是他说 我之前就等了他那么多年 现在我也要继续等他 等着去世的再见他 所以终其一生 他也没有再找其他人 最终1981年 他在台湾病逝 三 黄威之妻 蔡若蜀 黄威毕业于黄埔军 校是国民党中将 在罗电战役中 黄威率领国民党第18军 全军逾血奋战 于智军殊死搏战 战争到最后 18军的人数已经不足一个团 连崔石班的军人 也都扛起了枪 于智军决斗 这次战役也被称为 雪中莫放 这场战役黄威一战成名 蒋介石听说了这件事之后 颇为感动 夸奖黄威十分勇猛 在军中大力宣传这件事 鼓舞了士兵们的信心 这次战役以后 黄威被任命为 国民革命军第12兵团司令 在接下来的淮海战役中 黄威面对的是苏玉将军 苏玉将军身经百战 打起战来 用命如神 在抗日战争中 频频打败日军 11月25日 黄威兵团被解放军团团包围 黄威被俘 蒋介石得知这件事之后 十分愤怒 他觉得一定不能让军中 知道这个消息 不然肯定会引起骚乱 于是便封锁消息 称黄威将军已经战死 蔡若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悲痛欲绝 他不敢相信之前 还跟他言笑奄奄的丈夫 已经战死沙场 几天之后 国民政府为黄威 举办了盛大的追悼会 蔡若鼠来到现场 看到周围的记者 何并没有多少悲伤的众人 心里忍不住一阵发寒 丈夫已经死了 但这些人却丝毫都不在意 紧接着蒋介石彻底失败 蔡若鼠被带到了台湾 到了台湾之后 蔡若鼠始终不能相信 丈夫已经死去 他每日查不思翻不想 最终蔡若鼠受不了了 他觉得回要见人死要见尸 于是不顾众人的劝阻 返回大陆 四处打听黄威的消息 公父不负有心人 蔡若鼠终于得知真相 知道了黄威并没有死亡 而是被俘虏 他十分激动 他一定要等到丈夫出来 在等待的过程中 蔡若鼠想到了国民党 口口声称说着丈夫已经战死 并且还煞有歧视地 为其举办了追悼会 想到这里 蔡若鼠忍不住心底一阵发寒 丈夫为国民党 征战沙场这么多年 被俘虏的时候 他们不想着把丈夫救出来 却迫不及待地宣扬 他已经战死了交戏 蔡若鼠此时对国民党 十分地讨厌 他也在庆幸自久重新回来了 要不然一辈子都会生活在痛苦中 蔡若鼠得知了 丈夫还活着的消息后 燃起了生活的希望 就留在了大陆 他找了一份工作 默默地等着丈夫出来 1959年 蔡若鼠得知 国家要释放战犯时 高兴了好几天 他以为丈夫马上就要出来了 但是现实却让他又失望了 丈夫没能出来 但是蔡若鼠也没有失望太久 只要知道丈夫还活着 就一定会有希望 但是近年几次释放战犯 都没有丈夫 他还是忍不住地着急 在他确定 丈夫真的是被俘之后 才勉强平复着急的心情 1975年 国家释放最后一批战俘 黄维终于被放了出来 夫妻二人才终得见面 此时两个人早已白发苍苍 其实黄维之所以 一直没被放出来 是因为他在改造的过程中 很不配合 他一直不向共产党低头 甚至偷骂 写回国书的战友 而他也付出了代价 一直关到最后一批才出来 丈夫已经回来 事情已经有所好转 但是20多年的等待 一次一次的失望 蔡若鼠的身心 都出现了问题 蔡若鼠开始患动观世 他每天在房门口 目送丈夫上下班 只要丈夫稍微晚回来一会儿 蔡若鼠就要连番追问 丈夫到底去哪了 他等待的太久了 已经受到了心理创伤 他怕自己的稍不注意 丈夫又会消失 没过多久 蔡若鼠的症状 越来越严重了 他开始出现了幻听 每天都听到丈夫被人抓走 而他却不能为例 那个时代的人 根本不知道抑郁症 黄维只觉得蔡若鼠在无理取闹 重逢的喜悦被冲淡 两个人的争吵越来越多 蔡若鼠也被折磨得逐渐崩溃 有一天晚上 黄维有事离开 蔡若鼠走出了家门 他不知道自己 为什么要频繁地与黄维争吵 他只是知道自己控制不住自己 在思考中 蔡若鼠走到了护城河旁边 看着湍急的水流 他最终跳了下去 黄维回去时不见蔡若鼠 他觉得不对劲 于是就出门寻找 他找遍了 各个蔡若鼠可能会去的地方 可是依旧找不到他 最终黄维找到了妻子冰冷的尸体 那一晚他迄今崩溃 他已经知道了自己 背负后国民党的所作所为 他十分后悔自己 没有在监狱中早点认错 早点被放出来 也许妻子不会落此家场 但是人生没有后悔药 他回想着这一生 妻子嫁给他之后 一直为他担惊受怕 甚至还等他了二十多年 以至于精神崩溃 他的余生在魂恨中度过 纵观这三个女人的后半生 只有王玉玲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 过上了相对比较好的生活 蔡若鼠和叶霞迪都过得十分凄惨 这也让我们明白了蒋介石的真面目 在用到的时候 便十分关怀 而失去了利用价值时 便认其自生自灭 虽然人与人的悲欢并不相通 但是哪怕时间已经流逝了数十年 我们仿佛一期间 人就能感受到 这些女子曾经遭受过的苦难 她们被迫与丈夫分离 被迫成为国民政府把控丈夫的工具 几乎没有幸福可言 实际上在战争年代 受苦受难的又何止是他们呢 无数的国人在战争中流离失所 家破人亡 所以大家应当铭记 我们今天的和平是来之不易的 是先辈们以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我们应当珍惜 应当对失去的年代和人们 抱以深切的缅怀 感谢观看